西游记里最惨的妖怪是谁 孙悟空传他72遍 他死后却被兄弟分食 提及下场凄惨的妖怪 读者们第一时间会想到谁 有的人会想到白虎岭的白骨精 他没有高深莫测的法术 也没有所向剔靡的法宝 只会简单的一门法术 换作解释法 白骨精凭借解释法成功地离间了唐僧和孙悟空 自己落的一个魂飞魄散的下场 原来白骨精没有后台背景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三无人员 最终被孙悟空三棍子打死 着实悲惨 也有人认为荆棘岭的杏仙 也是一个可悲的妖怪 他妩媚动人 擅长诗词歌赋 银歌伴舞 可杏仙只不过对唐僧极其仰慕 就落的一个被猪八戒 用钉耙打死的下场 的确 杏仙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之事 为何下场如此凄惨 语者认为 西游记里还有一个妖怪 比白骨精和杏仙还惨 他明明练成了72遍 却被人一仗打死 提及72遍 我们自然而然会联想到孙悟空 在西游记的开篇 孙悟空穿越了两重大海 来到了方寸山 拜了菩提祖师为师 如愿以偿地学会了大品天仙诀 72遍和金斗云 后来孙悟空施展72遍 变成了松树 继而被菩提祖师扫地出门 孙悟空出了方寸山 一个金斗就飞回了花果山 随后孙悟空抢夺了金箍棒 又偷来了许多刀枪棍棒 将花果山群猴武装了起来 后来孙悟空大闹天宫 惹来了天兵天将的围剿 孙悟空也非同小可 他率领花果山群猴和天兵天将 爆发了一场激烈厮杀 初读西游记的时候 是不是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 即孙悟空为何不将72遍 传授给花果山群猴 这样一来 有了72遍的加持 花果山群猴战力大涨 就算再来十万天兵天将 孙悟空也不放在眼里 其实我们都错怪孙悟空了 孙悟空早就将72遍 传授给花果山群猴 那时孙悟空跟着唐僧踏上了西天取经之路 西天之路刚走到一半 孙悟空就因为二心搅扰 继而衍生出了另一个孙悟空 六尔弥猴 六尔弥猴棒打唐僧 抢走了通关文蝶 惹得沙僧飞到花果山 找六尔弥猴理论 沙僧起初还想和六尔弥猴讲道理 可当六尔弥猴喊来了另一个取经队伍时 沙僧再也按捺不住了 书中是这么写的 行者道 小的门 快请老师傅出来 我跑进去 牵出一匹白马 请出一个唐三藏 跟着一个八戒 挑着行李 一个沙僧 拿着西杖 这沙僧见了大怒道 我老沙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那里又有一个沙和尚 不要无礼 吃我一杖 好沙僧 双手举向腰杖 把一个假沙僧劈头一下打死 原来这是一个猴精 那行者见沙僧打死一个猴精 把沙和尚逼得走了 他也不来追赶 另选一个会变化的腰猴 还变一个沙和尚 从新教道 要上西方不提 从以上原文 可以发现一条关键线索 被打死的这个猴精 的确会变化之法 可孙悟空早年在水帘洞 做美猴王的时候 群猴都是不会法术的 由此可见 群猴的变化之术 必是从孙悟空那学来的 尤其是这个猴精被打死之后 六尔弥猴 又挑选了另一个会变化的妖猴 还是变成了沙僧的模样 如此看来 花果山有不少猴精 学会了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而那只被沙僧打死的猴精 沙僧东冲西撞逃走之后 行者也不追赶 他回动叫小的们 把打死的妖狮拖在一边 包了皮 取肉煎炒 将椰子酒 葡萄酒 红众猴都吃了 打死的妖狮是谁 自然就是被沙僧打死的那只猴精 这只猴精的尸体 竟被群猴拖到了一边 还被包皮错骨 猛火煎炒 最后被群猴配着美酒 分而失之 这只猴精 当年势必耗费了 不少心血苦练七十二变 带六尔弥猴来到花果山重建 取经队伍时 这只擅长变化的猴精 第一时间被六尔弥猴挑中 于是他成功替代了沙僧 成为山寨版取经队伍中的一员 然而这只猴精还没来得及 在取经路上大展拳脚 也没等到在临山成佛的那一天 就被沙僧一仗打死 更可悲的是 这只猴精死后 还被自己的兄弟同胞大谢八块 吃了个干干净净 从上 西游世界里最惨的妖怪 当属这只猴七十二变的猴精 吴承恩借着猴吃猴的这个故事 映射了人吃人的封建社会 表达了他对当时封建社会的批判与不满